首先这是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的台北101 那另外呢 这个是猫懒 猫空缆车 搭乘猫空缆车呢 就可以到猫空茶园去品茶 那另外呢 还有中正纪念堂 这也是大陆朋友非常向往的 台北市这样知名的景点 此外就是我们台北市的温泉 包括像是北投 然后泥山都有全池很棒的温泉 邀请大家到台北来体验 那接下来今年年底 我会自己拍一个剧情长片 就是一个小时半 然后大概有一半的取景 都会在台北市 会有我们的华山文创园区吗 会有 会更细节的去拍摄 它的一些各个角度 哇 这是应该是 这个影剧圈的大新闻哦 今天方老师在我们的 台北展前记者会里面 首度公布你的最新电影 《上遥开掰》 而且是以台北市为主要的场景 那华山文创园区也会在里面 那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跟您 刚刚我们上次提到的台北黄金城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同时呢在这里让我们来欢迎台北黄金城登场 重达100公斤的黄金台北城 哇 哇 哇 真的好壮观 光是这座101其实就用了1000个凤梨酥 那这座黄金台北城呢 从明天开始就会在我们 北京旅游博览会的台北馆展出 嗯 太棒了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小月 谢谢大家